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这次再次的邀请到了我们金马奖导演沈可尚先生 进行了胶囊时光第二季的直播拍摄 那么这次总共记录了有六对的父子父女相处之情 如同在背板上您所看见的 包括了有我们的棒球国手陈金峰先生和他的两个小孩 还有我们的诗人作家吴胜老师 跟他的歌手儿子吴志宁先生的相处过程 还包括了看得到金钟演员黄建伟先生 和他女儿的生活片段 以及看到原住民金曲歌手舒米恩先生 和他的父亲的相处 还有包括了剧场导演黄志凯先生 带着他的儿子 以及乌克利利达人冯义先生 和他的父亲的相处 透过影片我们来一起珍惜 亲子相处的美好时光 还有如同沈可尚导演所说的 希望透过纪录片 让大家了解彼此 了解自己 也珍惜互相之间的相处过程 今天借此机会 要跟大家做正式的官宣 江浪时光第二季即将在11月20号 开始每个礼拜六的下午2点半中 在公共电视频道 以及在Vito进行同步的首播 也就是从下个礼拜六开始 大家就能透过刚刚提到的公共电视 这个Vito准时的进行收看 而在小儿子的官方YouTube频道 在三立都会台 在宗华电信的MOD 以及在HoneyVideo 在台湾大哥大的MyVideo 以及在远传Friday影音 也都可以看得到我们 小儿子江浪时光第二季的精彩的内容 今天在现场有非常多的贵宾到来 此刻让我先一一的进行唱名 也请现场的大家用掌声 来欢迎所有今天唱名到贵宾丽临现场 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 公共电视徐秋华总经理 掌声欢迎 谢谢徐总经理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 三立电视张荣华总经理 欢迎 谢谢 好的 接下来最热的掌声请送给他 一直以来有他的坚持 才有这么精彩的影片 让大家可以借入这个时光 能够好好的享受生活 认识彼此 珍惜自己的家人 孟田影像执行长 同时也是我们的小儿子 将到时光的监制 孟田影像执行长 谢谢您再次拍摄出 这么精彩的内容 今天的与会贵宾 也请让我为大家做介绍 文化部影视局 徐怡君局长 欢迎徐局长来到现场 介绍的是国家影视厅中心 蓝组卫董事长 忽然一起到来 谢谢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的文策院的李明哲院长 欢迎院长到来 好的 今天拍摄团队 带到现场的几位代表 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们 导演沈可尚 黄志凯导演 佛颖 以及吴静宁 我们一起接受大家的掌声 谢谢 好 今天还有非常多的好朋友 一起透过我们今天的首映会 将会率先看见 他们也来到现场 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他们 齐克董事长 陶传政陶霸来到现场 欢迎您 欢迎十岳影视的吴昌峰导演 谢谢您今天到来 亲子天下的黄雅宁总监 感谢您 接续介绍的是 安徒生和莫扎特的创意创办人 賴建元先生 欢迎您来 给大家介绍的是 根氏陈威廷创办人来到现场 谢谢 还有介绍的是 伊甸与台的台长李真怡 欢迎您 介绍的是 小儿子的漫画家 隆隆金的来到现场 欢迎 好 介绍的是 新媒体艺术家 郭亦成先生 欢迎您来 接续为大家介绍 还包括了 刘艺术导演来到现场 谢谢 好 继续介绍的是 Weston与 坏透乐团来到现场 欢迎 红门互动张元毅执行长来到现场 感谢您 及贾定创办人杨荣华先生 感谢到来 还有支援帮助的台积电文教基金会的贵宾来到现场 感谢 以及中华电信文教基金会的贵宾来到现场 还要介绍沿岸制作陈彦安总监来到现场 台湾的总经理上台来为我们说些祝福的话 感谢 欢迎 先谢谢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 那还有三立的张文华总经理 谢谢您来到现场给我们支持 还有苏丽妹执行长 谢谢你又带给我们这么好精彩的节目 还有文化部的徐局长 文策院的李院长 还有我们的蓝董事长 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今天来到现场都代表 对这个节目的支持与鼓励 其实我们播出小儿子 是从2018年的动画开始 当时这个动画就非常令我们惊艳 也觉得这么棒的作品 实在是值得大力的推广 那从去年苏丽妹执行长 又延续这个IP 把它做成了小儿子的胶囊时光的短影音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刻 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温暖 也让我们更去反思家庭中 其实是很平常的一些点点滴滴 却在我们的内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也带给观众很多的反思跟感触 那今天非常高兴延续第一季 我们又有了第二季的作品 那沈可尚导演的这个 非常这个 应该说他绝妙的这个处理方式 让我们看到这六对父子 让人家非常深印象深刻的细节 那像今天来到现场的 黄志凯父子 还有吴志宁和他爸爸 还有帅气的冯毅和他的爸爸 那都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那当然今天在这边 就是要跟大家推荐 11月20号下午两点半 公事跟孟田文创一起合作的 小儿子的胶囊时光第二季即将推出 那未来我们还会跟孟田文创继续携手 耕耘一些很棒的内容 再继续为大家播出 那今天来到现场还有公事之友 也欢迎谢谢你们报名 来参加今天的首映 也谢谢你们看过之后 希望能够好好的帮我们分享跟宣传 把好的内容推广给更多的观众 还有Vito的会员也在现场 今天欢迎你们 也最后祝福大家 合家平安身体健康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宣传经理为我们送来的祝福 好的 接下来即将邀请到两位共同上台 他们会在我们今天正式进行观影之前 好好为大家进行私温暖的导读 热情掌声 有请沈可尚导演 以及我们这次小儿子江郎时光第二季的监制 我们的陌天影像执行长 苏立妹苏执行长 共同上台 我们进行 大家午安 谢谢大家把美好的假日的下午 那个贡献给我们 导演 嗨 谢谢 那 不过我们两个是负责上来导读这个影片 那我先介绍一下小儿子他的这个IP的起源背景 我相信现场有很多新朋友不一定知道 那我们是从2018年 那我读了洛以军老师的原著小儿子 那我发觉他所有的文字都非常的诚实 也没有包装 因为他的作品一直都是很灰色 华丽 然后不是那么容易读 那我在看完以后 其实当时我自己也很被疗愈 因为我刚好在面临一个从工作要走回家庭 然后要面对一个我很不熟悉的一个教育孩子的工作 那这本书在当时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帮助跟启发 因此我就很希望我在书里面得到的东西也能够透过 我比较擅长的影像工作 那透过各种媒餐能够把它转移出来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做的动画 然后动画做完以后呢 我们接近大概有45集的数量 那每一个月我们都在参加全世界的影展 目前应该是有累积到 应该有80个得奖跟入围 那我们也透过影展在对接到当地全世界的市场 希望能够让全世界都能够看到属于我们台湾的原创作品 重要的是因为这个作品里面它承载是台湾自己的生活 那个符号非常的清晰 是真正能够让大家看到台湾文化里面的生活细节 那我记得那一年我有去请教了那个文化部的徐局长 对徐局长在现场 那我跟他讲了我的构想 对不起 他非常的支持 应该没有任何怀疑 就这么开始的展开整个IP 那同时我们就发展了有剧场 包含昨天刚刚巡演完的小儿子的舞台剧 还有今年即将加演的AM的音乐剧 那同部也有我们的乔梁书漫画 甚至于我们有音乐专辑 是由黄玉玲老师帮我们量分打造的 那其中最特别是有一首歌 是有一个导演第一次献身给我们演唱的一首歌 那待会我再告诉大家那个人是谁 他笑了 那应该是可笑导演 对 就可笑导演帮我们唱了一首叫做 好笑爸爸 所以大家可以搜寻一下外体 然后好笑爸爸 可以听到他怎么能够唱得如实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就碰到了很重要的可笑导演 在跟他交集一个会议上面 其实不是特别要谈到小儿子 但是那一天他对小儿子的这个IP 特别特别的支持并且认同 那在会上他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来看看 如果我们能够把真实社会中的父子的一些细节 透过影片的方式记录出来 那么是不是能够带给社会更多的学习的参考榜样 就是说我们不一定懂得怎么去做 但是我们如果看到别人怎么做 也许我们可以学的会 因此我们就开启了这一系列的计划 所以在这里我今天要特别谢谢可笑导演 还有他的团队七日印象电影 还有我梦田影像团队诗语子龙 对 其实最辛苦的还是他们 那今天我们有一个 启发我这件事情 还有支持我尊治事情的张爸爸也在现场 很难得他第一次陪我出席在我的场合 那我记得 两年前张爸爸有一次有一句话 我记到现在 他说在这个家我就是做好一个父亲的角色 扛起这些责任 其实他可能忘记他讲过这句话 可是到今天为止 我觉得因为这句话 所以我有想要把这个影片 不断持续的能够做下去 也许他不是一个最商业的题材 但是我相信他的传播 可以慢慢慢慢的在这个社会里头 引起很多很好的回想 还有很多正面的价值 那也谢谢很多好朋友来到现场的支持 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 对 好我讲完了 欢迎你了 果然应该是受欢迎的 我有把谢谢那个我们的六对父子留给你了 好 当初其实我就不说太多 但是刚才我很喜欢妹姐讲的四个字 叫做慢慢慢慢 对 对就是我会觉得要去 我第一次看到小孩子动画的时候 我老师说心中有种感觉 啊 又有一个作品给小孩子看 然后就杀时间 我就可以做自己的事了 其实我面对所谓的儿童节目的概念一项就是 好让那个小孩子有的看 然后接着我就实现给他喘口气 对 但是我后来想想不太对 对就是我看小孩子的动画之后觉得 哎 不对 这个也不是小孩子专属看的 他其实是还蛮适合大人一起看 然后我从里面明确的感觉到 就是没有任何一个爸爸 知道怎么做爸爸 我们永远都在学自己的父亲 但是我们又不想像我们的父亲 然后我们想要当个好爸爸 就发现我们面对小孩 只能用我们自己小时候来套用 但偏偏时代又变了 他们又不是我们小时候 所以永远都在一个陌生的过程中 一直在学习 所以就是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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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像才越来越知道一些 父子间 父女间 母子母女间的相处之道 那这个对我来讲 在成长中是 不是非常清晰的 不是非常有安全的 对 所以后来就觉得 如果能够看到 真实的父子 他们在生活中 哪怕是两天一天的真实相处 那依然可以看到这一对父子之间 在这一天 对他们彼此之间产生的一些意义 他对我来讲就是 拍这些系列的一个主要目的 对 然后我很高兴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每一次拍摄都非常有 忐忑的去 温暖的去 然后但是也都很满足的回来 先不破梗 对 但是我蛮惊讶 就是这些 可能我们有的是蛮熟悉的人物 然后他们在媒体前面 在荧光幕前 或者在那个网路上 是一个这样的形象 但私底下他们依然是 平凡的父亲 平凡的儿子 平凡的不知如何是好 或者平凡的知道想要更好 那我觉得这个都在那一两天的相处里面 让我们尽可能的谢谢他们的展露 也谢谢他们的信任 对 因此有这个系列 所以谢谢 有几天到现场的一定要盯着眼镜说谢谢了 谢谢 谢谢 OK好 那就谢谢 谢谢这一次的机会 谢谢妹姐 然后希望我们有这个拍摄 对我们来讲 我们工作室刚好很多人正在小孩很小 或者小孩大一点 其实我们每一天每一次拍摄完都觉得 那不然我们来这样子面对自己小孩好了 可能比较保险一点 对 所以我们都在学习 好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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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指寻长 谢谢导演 谢谢两位为我们做的导读 今天在大家 丽敏的这个现场 会非常幸福的 把所有影片的这个全程 进行一次的观赏完毕 大家算是 场先体验了我们的全球大首播 而今天刚好也有 刚刚如导演所说 在聚这次影片当中很重要的主角 也让你们自己好好看一下 经过导演为大家进行的剪辑之后 所会呈现的面貌 现场即将进行的是暗灯 我们要一起来观赏 小儿子 江南时光第二季 全球大首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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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子會比較要一個男孩子的樣子 你裝我旁邊 不要緊胸 你不用跑 慢慢走 乘著 乘著走好 一步步慢慢走 有累嗎 有一點 講話大聲一點 我聽不懂 有一點 要休息一下嗎 你可不可以啊 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你人有不舒服嗎 沒有 他飼養我對他很嚴格 小時候 可是我承認小時候管他比較多 這是真的 可能是他在當球員吧 情緒不是很比較好 我們一秒就要輸贏 所以那個情緒就是在那種 高張的壓力 我也是在學啊 他是我學習的對象 他媽媽 我沒有覺得還是加一點 我有加了啊 先吃 你不知道這香蕩這樣吃嗎 沒有手啊 有 手啦 手啦 都手啦 都民宿啊 今天煮的還可以嗎 合理的胃口嗎 OK嗎 大哥 這都是汗水有關的 這個自然生態 他關心很大的事情 我關心比較 自己生活的事情 對還有家人 就不是土地啊 也不是環境 也不是氣候 也不是水資源 我們最幸福的 就是你們要回來 變成我們的感覺說 我們的信念 我們對土地的一種信念 還有對大自然的一種維護 這種的 還有這樣你們會願意回來吃 因為我可以自己知道 這沒關係 我真的可以再看看 耳聰 木鳴 頭腦清楚 的時間 給你看 沒幾年 我這幾年 這樣沒幾年 該說了嗎 我是真的是會害怕分開的 對啊 當然這是一定的 就是那一種 覺得 這樣很好耶 我捨不得 沒有這樣的 在一起的生活 這樣很好耶 第一次小皮 非常棒 爸爸小時候都沒有辦法有這種機會 為什麼 因為阿媽不讓我進廚房 我背妳 沒有 真的嗎 我背妳 不要 我蹲下來 不要 那妳想要走嗎 妳先握住這邊 妳這隻手握住爸爸的手腕 手腕 對 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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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等於是爸爸抓住妳 然後我們一起往前走 可以嗎 妳兩隻手都抓住 兩隻手 不行的時候就抓住我 媽咪等一下 好 我這樣等一下 我現在在 等一下啦 好 OK 不要動 好 我不動 非常好 爸爸可以動嗎 沒有 可是我的腳要移動 等一下 好 非常好 Very good 非常好 爸爸 不要動 沒辦法 我一定會動啊 趙宇 我一定得動 慢一點 沒有 我就算慢還是會晃 他這裡就是會晃 我們要接受這個晃 可以嗎 至少我們兩個在一起 其實 我 我並不是很喜歡上船 拿到錢了 欸 你就不得不出港 對不對 然後去 哇 真的很痛苦在船上 你真的很辛苦 但我知道 爸爸很有責任感 然後 我自己也覺得我在工作上 我就是 雖然音樂這條路是 是我自己選的 那我就要 被自己做的事情負責任 我們是用鼠日子 這個中文 是 什麼 鼠日子 有嗎 有 有 有 你叫鼠算日子 是 然後 在等待 好 est 有 對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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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剛彈琴半年吧 然後他又說他要去比賽 然後去的車上他在後面練習 還在你當人領 然後我還開玩笑這樣說 所以我們今天是去玩的喔 然後上台 他一躺就嚇一跳 那個觀眾的反應真的是有夠浮誇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的觀念是 我只是在做我小時候想要的父親 可是其實我到現在到目前為止 其實我都還是一樣沒有覺得自己是一個 我還沒有做到我想要的爸爸的樣子 對 但在有他之前我非常非常難想像 我可以這樣為一個人服輸 我可以這樣為一個人服輸 我還要去做一個人服輸 我還要去做一個人服輸 妳要去做一個人服輸 我來看看哥哥 車子滑溜 捏 哇 阿弟很厲害 再一次好不好 妳要騎到這裡 你要再比賽嗎 弟弟他沒有車他用球跟你比 啊你用車好不好 我就是弟弟在比賽 阿弟 阿弟要車溜溜嗎 要嗎 蛤 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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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好不好 你先衣服溜溜 好來 好準備我們分兩個回合 來這隻先 好我們這隻 兩個弟弟妹妹 阿你等下跟那個 你看裡面很多魚對不對 然後 什麼顏色都有 可是 有一隻魚很亮眼 就是那隻紫色的魚 他叫 俗名叫草莓 我覺得他跟阿弟很像 就是 你很難不 不去注視他的存在 你會一直要看到他 可是你看喔 他跟其他的魚 好像沒什麼互動 我想要幫助我的孩子 跟別的孩子玩在一起 我所做的 這每一件事情 其實都是 幫助他成長 讓他去面對這個社會 可是 這每一步其實都把他 推得離我更遠 阿爸要幾十四十四 要幾十四 要幾十四 阿爸問你 阿弟 阿弟你愛阿爸要幾十四 要幾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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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部分 應該ू 阿躬 richest 小ぶ 從我旁邊 不要緊胸 你不用跑 慢慢走 沉著 沉著走好 一步步慢慢走 有累嗎 有一點 講話大聲一點 我聽不懂 有一點 要休息一下嗎 不用 你可不可以啊 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人有不舒服嗎 沒有 他思想我對他比較嚴格 小時候 這是我承認小時候管他比較多 這是真的 可能是他在當球員吧 情緒不是很比較好 我們一秒就要輸贏 所以那個情緒就是在一種 高張力壓力 我也是在學啊 他是我學習的對象 有沒有覺得怎麼是加一點 我有加了啊 有沒有這相互這樣 沒有手啊 手了 手了 他民宿啊 今天煮的還可以嗎 合你的胃口嗎 OK嗎 好 大哥 這都汗水有關的 這個自然生態 他關心很大的事情 我關心比較 自己生活的事情 對 還有家人 就不是土地啊 也不是環境 也不是氣候 也不是水資源 我們最幸福的 就是你們要回來 變成我們的感覺說 我們的信念 對我們對土地的一種信念 還有對大自然的一種維護 這種的 還有這樣你們也不願意回來吃 因為我可以自己知道嘛 這沒關係沒關係 我真的可以再看一看 阿聰 慕名 頭腦清澈 的時間 給你換了 沒幾年嘛 我這幾年 現在沒幾年 該說了嘛 我是真的是會害怕分開的啦 對啊 當然這是一定的 就是那一種 覺得這樣很好 我捨不得沒有 這樣的在一起的生活 這樣很好 第一次小皮 非常棒 爸爸小時候都沒有辦法 有這種機會 不會啦 因為阿嬤不讓我進廚房 我背你 不要 真的嗎 我背你 不要 我蹲下來 不要 不要 那你想要走嗎 你先握住這邊 你這隻手 握住爸爸的手腕 手腕 對 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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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爸爸等於是爸爸抓住你 然後我們一起往前走 嗯 可以嗎 你兩隻手都抓住 兩隻手 嗯 嗯 不行的時候就抓住我 爸爸等於是 好我這樣 等一下我現在在 嗯 等一下啦 好 OK 不要動 不要動 好 我不動 非常好 爸爸可以動了嗎 沒有 可是我的腳要移動 你猜得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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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不要動 沒辦法 我一定會動啊 趙宇 我一定得動 慢一點 沒有 我就算慢還是會晃 他這裡就是會晃 我們要接受這個晃 可以嗎 至少我們兩個在一起 其實我 我並不是很喜歡上船 拿到錢了 哎 你就不得不出港 對不對 然後去 哇 真的很痛苦在船上 嗯 你真的很辛苦 嗯 但我也知道 爸爸很有責任感 然後 我自己也覺得我在 工作上 我就是 我 雖然 音樂這條路是 是我自己選的 那我就要 被自己做的事情負責任 我們是有鼠日子的 這個 東人 是 什麼 鼠日子 有嗎 有 有 你在鼠算日子 是 在等待 你也有意外 你也有意外 他才剛彈琴半年吧 然後他就說他要去比賽 然後去的車上他在後面練習 還禮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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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還開玩笑講說 所以我們今天是去玩的喔 然後上台 他一躺我就嚇一跳 那個觀眾的反應真的是有夠浮誇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的觀念是 我只是在做我小時候想要的父親 可是其實我到現在 到目前為止 其實我都還是一樣沒有覺得自己是一個 我還沒有做到我想要的爸爸的樣子 但是在有他之前 我非常非常難想像 我可以這樣為一個人服輸嗎 我來看喔 哥哥 車繞繞耶 喔 阿滴很厲害 再一次好不好 你要騎到這裡 我啊 哎唷 哎唷 你要在比賽嗎 因為弟弟他沒有車他用球跟你比 啊你用車好不好 阿滴 阿滴 阿滴要車繞繞繞嗎 要不要 蛤 不會這樣 不會怎麼樣 不會這樣 不會這樣 不會白人嗎 等一下好不好 你先衣服繞繞 好 來 好 準備我們分兩個回合 來 這次先 好 我們這次再兩個弟弟妹妹 啊你等一下跟那個 你看裡面很多魚對不對 然後什麼顏色都有 可是有一隻魚很亮眼 就是那隻紫色的魚 它叫 說明叫草苗 我覺得它跟阿滴很像 就是你很難不 不去注视他的存在 你会一直要看到他 可是你看 他跟其他的鱼 好像没什么互动 我想要帮助我的孩子 跟别的孩子玩在一起 我所做的 这每一件事情 其实都是 帮助他成长 让他去面对这个社会 可是 这每一步其实都把他 推得离我更远 爸爸其实输了很多 多少 多少 阿嬷问你 阿滴你爱 阿爸爱驰寻寻要多少 爱酒呎 兒子會比較 要一個 男孩子的樣子 你跟我旁邊 不要緊胸 你不用跑 慢慢走 沉著 沉著走好 一步一步慢慢走 會累嗎 有一點 講話大聲一點 你聽不懂 有一點 要休息一下嗎 不用 你可不可以啊 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你人有不舒服嗎 沒有 他身上對他比較嚴格 小時候 這是我承認小時候管他們的那種 這是真的 可能他是在當球員吧 情緒不是很比較好 我們一秒就要輸贏了 所以那種情緒就是在一種 高張的壓力 我也是在學啊 他是我學習的對象 我幫我家了 我幫我家了 我家了啊 我有家了啊 我家了啊 我家了啊 你幫他這個相互這樣吃 沒有手啊 有啊 熟了 熟了 都熟了啊 都熟了啊 都民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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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煮的還可以嗎 都民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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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是跟水有關的 這個自然生態 他關心很大的事情 我關心比較自己生活的事情 對 還有家人 就不是土地啊 也不是環境 也不是氣候 也不是水資源 我最幸福的 就是你要回來 變成我們的感覺說我們的信念 我們的對土地的一種信念 還有對大自然的一種維護這種的 還有這樣你們也不願意回來吃 因為我可以自己知道 這沒關係 我真的可以再看一看 耳聰不明 頭腦清楚 時間 給你看 沒幾年 我這幾年 現在沒幾年 該說 我是真的是會害怕分開的 當然這是一定的 就是那種覺得 這樣很好 我捨不得沒有這樣的在一起的生活 這樣就好 我愛你啊 溫暖溫 全身傳你的愛你 情笑愛得你不親 對你的不散 特別豐富 因為你用甘苦的臉 一大條文 第一次小皮 非常棒 好 爸爸小時候都沒有辦法有這種機會 不會 因為阿媽不讓我進廚房 我背你 不要 真的嗎 我背你 不要 我蹲下來 不要 不要 那你想走嗎 你先握住這邊 你這隻手握住爸爸的手腕 手腕 對 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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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等於是爸爸抓住你 然後我們一起往前走 可以嗎 你兩隻手都抓住 兩隻手 不行的時候就抓住我 爸爸等一下 好 我等一下 我現在在 等一下啦 好 OK 不要動 好 我不動 非常好 爸爸可以動嗎 沒有 可是我的腳要移動 你才不 等一下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爸爸不要動 沒辦法 我一定會動啊 趙宇 我一定得動 慢點 沒有 我就算慢還是會晃 他這裡就是會晃 我們要接受這個晃 可以嗎 至少我們兩個在一起 其實 我 我並不是很喜歡上船 拿到錢了 你就不得不出港 對不對 然後去 真的很痛苦 在船上 你真的很辛苦 然後 我知道 爸爸很有責任感 然後 我自己也覺得 我在工作上 我就是 雖然 因為這條路是 是我自己選的 那我就要 對自己做的事情負責任 我還很快 對 他們是有 這個 東人 聚 什麼 什麼 錄日子 有嗎 你說 你在習慣日子 是 你在等到 男孩の愛 男女 女女 女女 男孩の愛 男女 女女 女女 他才剛彈琴半年吧 然後他就說他要去比賽 然後去的車上他在後面練習 還在你當人家 然後我還開玩笑這樣說 所以我們今天是去玩的喔 然後上台 他一躺就嚇一跳 那個觀眾的反應真的是有夠浮誇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的觀念是 我只是在做我小時候想要的父親 可是其實我到現在到目前為止 其實我都還是一樣沒有覺得自己是一個 我還沒有做到我想要的爸爸的樣子 對 但是在有他之前我非常非常難想像 我可以這樣為一個人服輸 我可以這樣為一個人服輸 我只要是一個人服輸 前方的車子 好,你看喔 哥哥,車滑滑耶 哇,阿弟很厲害 再一次好不好 你要站在這裡 我沒有 哎呦 哎呦 你要再比賽嗎 弟弟他沒有車 他用球跟你比 你用車 好不好 弟弟 要車繞繞嗎 要嗎 蛤 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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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好不好 你先穿衣衣衣 來 好 準備我們分兩個回合 來 這次先 好 我們這次先 兩個弟弟妹妹 你等一下跟那個 你看裡面很多魚對不對 然後什麼顏色都有 可是有一隻魚很亮眼 就是那隻紫色的魚 他叫 說明叫草 我覺得他跟阿滴很像 就是 你很難不 不去注視他的存在 你會一下看到他 可是你看喔 他跟其他的魚 好像沒什麼互動 我想要幫助我的孩子 跟別的孩子玩在一起 我所做的 這每一件事情 其實都是 幫助他的成長 讓他去面對這個社會 可是 這每一步其實都把他 推得離我更遠 爸爸要一個叔叔 要一個叔叔 兒子會比較要一個男孩子的樣子 你跟我旁邊不要緊胸 你不用跑慢慢走 乘著 乘著走好一步步慢慢走 會累嗎 有一點 講話大聲一點我聽不懂 有一點 要休息一下嗎 不用 你可不可以啊 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你人有不舒服嗎 沒有 他社養話對他很嚴格 小時候 這是我承認小時候管他比較多 這是真的 可能是他在當球員吧 情緒不算比較好 我們一秒就要輸贏 所以那個情緒就是在一種 高張的壓力 我也是在學啊 他是我學習的對象 我沒有覺得他再加一點水 我有加的啊 先吃 你不知道這相互這樣 沒有熟 有 熟了 熟了 還要民宿啊 今天煮的還可以嗎 合你的胃口嗎 OK嗎 大哥 這都和水有關的 這個自然生態 他關心很大的事情 我關心比較自己生活的事情 對還有家人 就不是土地啊 也不是環境 也不是氣候也不是水資源 我們最幸福的 就是你們要回來 變成我們的感覺說 我們的信念 我們的對土地的一種信念 還有對大自然的一種維護 這種的 然後這樣你們會不會管你回來吃 因為我可以自己知道 這沒關係沒關係 我真的可以再看看 耳聰 木鳴 頭腦清楚 的時間 給你看 沒幾年 我這幾年 這樣沒幾年 所以 要說 我是真的是會害怕分開的 對啊 當然這是一定的 就是那一種 覺得 啊 這樣很好耶 我捨不得 沒有這樣的 在一起的生活 這樣很好耶 這樣很好耶 第一次小皮 非常棒 爸爸小時候都沒有辦法有這種機會 不會啊 因為阿媽不讓我進廚房 我背你 我沒有 真的嗎 我背你 不要 我蹲下 我蹲下來 不 好 不要 不要 那你想要走嗎 你先握住這邊 你這隻手握住爸爸的手腕 手腕 對 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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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等於是爸爸抓住你 然後我們一起往前走 可以嗎 你兩隻手都抓住 兩隻手 不行的時候就抓住我 爸爸等於是 好 我這樣等一下 我現在在 等一下啦 好 OK 不要動 好 我不動 非常好 爸爸可以動嗎 沒有 可是我的腳要移動 等一下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爸爸不要動 沒辦法 我一定會動啊 趙宇 我一定得動 慢一點 沒有 我就算慢還是會晃 他這裡就是會晃 我們要接受這個晃 可以嗎 至少我們兩個在一起 其實 我並不是很喜歡上船 拿到錢呢 你就不得不出港 對不對 然後去 真的很痛苦在船上 你真的很辛苦 你真的很辛苦 但我知道 爸爸很有責任感 然後 我自己也覺得我在工作上 我就是 雖然音樂這條路是我自己選的 然後我就要 對自己做的事情負責任 我們是有鼠日子 這個 東人 是 什麼 鼠日子 有嗎 有 你在鼠上一日子 然後 你在等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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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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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剛彈琴半年吧 然後他又說他要去比賽 然後去的車上他在後面練習 還在你當人家 然後我還開玩笑講說 所以我們今天是去玩的喔 然後上台 他一躺就嚇一跳 那個觀眾的反應真的是有夠浮誇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的觀念是 我只是在做我小時候想要的父親 可是其實我到現在 到目前為止 其實我都還是一樣 沒有覺得自己是一個 我還沒有做到 我想要的爸爸的樣子 但在有他之前 我非常非常難想像 我可以這樣為一個人輔助 我來看喔 哥哥 車溜溜耶 哇 阿滴很厲害 再一次好不好 你要站在這裡 我啊 哎唷 哎唷 你要在比賽嗎 因為弟弟他沒有車 他用球跟你比 啊你用車好不好 我就是弟弟在這裡 阿滴 阿滴要車溜溜嗎 要不要 蛤 不會這樣 不會怎麼樣 不會這樣 不會把人的喔 等一下好不好 你先上去溜溜 好 來 好 準備我們分兩個回合 來 這次先 好 我們這次再兩個弟弟妹妹 你等一下跟那個 你看裡面很多魚對不對 然後什麼顏色都有 可是有一隻魚很亮眼 就是那隻紫色的魚 它叫 說明叫草牛 我覺得它跟阿滴很像 就是 你很難不 不去注視它的存在 你會一直要看到它 可是你看喔 它跟其他的魚 好像沒什麼互動 我想要幫助我的孩子 跟別的孩子玩在一起 我所做的 這每一件事情 其實都是 幫助它的成長 讓它去面對這個社會 可是 這每一步其實都把它 推得離我更遠 爸爸愛一叔叔要這麼多 愛這麼多 爸爸問你來 阿滴 你愛 爸爸愛一叔叔要這麼多 愛這麼多 他還是要漏 爸爸愛好 也沒有 死你 你裝我旁邊 不要頂兇 你不用跑 慢慢走 沉著 沉著走好 一步步慢慢走 有累嗎 有一點 講話大聲一點 我聽不懂 有一點 要休息一下嗎 不用 你可不可以啊 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人有不舒服嗎 沒有 好 他射養我對他嚴格 小時候 這是我承認小時候管他比較多 這是真的 可能是他在當球員吧 情緒不是很比較好 我們一秒就要輸贏 所以那個情緒就是在一種 高張的壓力 我也是在學啊 他是我學習的對象 有沒有覺得他再加一點水 我有加了啊 沒有手啊 手呢 手呢 好民宿喔 今天煮的還可以嗎 和你的胃口嗎 OK嗎 大哥 這都是汗水有關的 這個自然生態 他關心很大的事情 我關心比較 自己生活的事情 對還有家人 就不是土地啊 也不是環境 也不是氣候 也不是水資源 我們最幸福的 就是你們要回來 變成我們的感覺說 我們的信念 我們的對土地的一種信念 還有對大自然的一種維護 對大自然的 這種的 還有這樣你們會不會管你回來吃 因為我可以自己吃那些嘛 嗯 這沒關係沒關係嘛 我真的可以再看看 阿松 木鳴 嗯 頭腦清楚 嗯 的時間 嗯 讓你玩了 沒幾年嘛 嗯 欸 我這幾年 這樣沒幾年 嗯 該說啦 我是真的是會害怕分開的啦 對啊 當然這是一定的 就是那一種 覺得 這樣很好耶 我捨不得沒有 這樣的在一起的生活 這樣很好耶 第一次小皮 第一次小皮 非常棒 爸爸小時候都沒有辦法有這種機會 不會啊 因為阿嬤不讓我進廚房 我背你 不要 真的嗎 我背你 不要 我蹲下來 不要 不要 那你想走嗎 你 你 你先握住這邊 你這隻手 握住爸爸的手腕 手腕 我握住 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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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爸爸 爸爸等於是爸爸抓住你 然後我們一起往前走 嗯 可以嗎 你兩隻手都抓住 兩隻手 嗯 不行的時候就抓住我 媽 被等下 好 我這樣 等一下 我現在在 嗯 等一下啦 好 OK 不要動 好 我不動 非常好 爸爸可以動嗎 沒有 可是我的腳要移動 你才 等一下 好 非常好 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爸爸不要動 沒辦法 我我我我我我一定會動啊 趙宇 我一定得動 慢點 沒有 我就算慢還是會晃 他這裡就是會晃 我們要接受這個晃 可以嗎 至少我們兩個在一起 其實 我 我並不是很喜歡上船 拿到錢了 你就不得不出港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切 哇 真的很痛苦在船上 你真的很辛苦 然後 我知道 爸爸很有責任感 然後 我自己也覺得我在工作上 我就是 雖然 因為這條路是 是我自己選的 然後我就要 對自己做的事情負責任 我們是有鼠日子 這個 東人 是 什麼 鼠日子 有嗎 有 沒有 沒有 你在鼠上日子 是 然後 在等到 Eduardo,医院医院 multin larva, hardware医院医院 他才剛彈琴半年吧 然後他就說他要去比賽 然後去的車上他在後面練習 還在你當中而已 然後我還開玩笑這樣說 所以我們今天是去玩的喔 然後上台 啪啦一躺就嚇一跳 那個觀眾的反應真的是有夠浮誇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的觀念是 我只是在做我小時候想要的父親 可是其實我到現在到目前為止 其實我都還是一樣沒有覺得自己是一個 我還沒有做到我想要的爸爸的樣子 但是在有他之前我非常非常難想像 我可以這樣為一個人輔助 我來看喔 哥哥 車溜溜 喔 阿滴很厲害 再一次好不好 你要站在這裡 你要再比賽嗎 弟弟他沒有車他用球跟你比 啊你用車好不好 阿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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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車溜溜嗎 要不要 蛤 不會 不會怎樣 不會 不會把人 等一下好不好 你先衣服溜溜 好來 好準備我們分兩個回合 來這次先 好我們這次兩個弟弟妹妹 阿滴 阿滴 你看裡面很多魚對不對 然後 什麼顏色都有 可是 有一隻魚很亮眼 就是那隻紫色的魚 他叫 說明叫草 我覺得他跟阿滴很像 就是 你很難不 不去注視他的存在 你會一直要看到他 可是你看喔 他跟其他的魚 好像沒什麼互動 我想要幫助我的孩子 跟別的孩子玩在一起 我所做的 這每一件事情 其實都是 幫助他的成長 讓他去面對這個社會 可是 這每一步其實都把他 推得離我更遠 阿爸爱一个叔叔要很多 爱一个叔叔 阿爸问你来阿弟 你爱阿爸爱一个叔叔要很多 爱一个 儿子会比较要一个 男孩子的样子 你装我旁边不要 挺胸 你不用跑慢慢走 乘着 乘着走好一步步慢慢走 有累吗 蛤 蛤 讲话大声一点我听不到 有点 要休息一下吗 不用 你可不可以啊 你在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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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人有不舒服吗 没有 他摄像话对他很严格 小时候 这是我承认小时候管他比较多 这是真的 可能是他在当球员吧 情绪也不是很比较好 我们一秒就要输赢 所以那个情绪就是在一种 高张力压力 我也是在学啊 他是我学习的对象 没有手啊 有 有 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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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汗水有关的 这个自然生态 他关心很大的事情 我关心比较自己生活的事情 对还有家人 就不是土地啊 也不是环境 也不是气候 也不是水资源 我们最幸福的 就是你们要回来 变成我们的感觉 我们的信念 我们的对土地的一种信念 还有对大自然的一种维护 这种的 还有你们会不会管他回来吃 因为我可以自己知道 这不记不记 我真的可以再看看 阿聪 慕名 头脑清澈 的时间 让你看 没几年 我这几年 现在没几年 要跟你说 我是真的是会害怕分开的 对啊 当然这是一定的 就是那种 觉得 啊 这样很好 我舍不得 没有这样的在一起的生活 这样很好 不得 第一次小皮 非常棒 爸爸小时候都没有办法有这种机会 为什么 因为阿嬷不让我进厨房 我背你 我没有 真的吗 我背你 不要 我蹲下来 不要 不要 那你想要走吗 你先握住这边 你这只手 握住爸爸的手腕 手腕 对 像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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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等于是爸爸抓住你 然后我们一起往前走 可以吗 你两只手都抓住 两只手 不行的时候就抓住我 妈咪等一下 好我这样 等一下我现在在 等一下啦 好 OK 我要动 好我不动 非常好 爸爸可以动吗 没有可是我的脚要移动 你才 等一下 好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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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不要动 没办法 我一定会动啊 赵宇我一定得动 慢一点 没有 我就算慢还是会晃 他这里就是会晃 我们要接受这个晃 可以吗 至少我们两个在一起 其实 我 我并不是很喜欢上船 拿到钱了 你就不得不出港 对不对 然后去 真的很痛苦在船上 你真的很辛苦 你真的很辛苦 但我知道 爸爸很有责任感 然后 我自己也觉得我在工作上 我就是 我虽然 因为这条路是 是我自己选的 那我就要 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任 我们是有蜀蜜子 这个中文 什么蜀蜜子 有吗 有 有 你在蜀蜜蜜蜜 你在蜀蜜蜜 你在蜀蜜蜜 是 在等待 在等待 他才剛彈琴半年吧 然後他就說他要去比賽 然後去的車上 他在後面練習還在你當中 然後我還開玩笑這樣說 所以我們今天是去玩的喔 然後上台 他一躺就嚇一跳 那個觀眾的反應真的是有夠浮誇的 其實我自己的觀念是 我只是在做我小時候想要的 父親 可是其實我到現在 到目前為止 其實我都還是一樣沒有覺得自己是一個 我還沒有做到我想要的爸爸的樣子 對 但在有他之前我非常非常難想像 我可以這樣為一個人服輸 我可以這樣為一個人服輸 對 阿滴很厲害 再一次好不好 你要騎到這裡 你要再比賽嗎 因為弟弟他沒有車 他用球跟你比 你用車 好不好 阿滴 阿滴 要車繞繞繞嗎 要不要 蛤 不會這樣 不會怎樣 不會這樣 不會把人 他等一下好不好 你先上去繞繞 好來 好準備我們分兩個回合 來這次先 好我們這次 兩個弟弟妹妹 阿你等一下跟那個 你看裡面很多魚對不對 然後 什麼顏色都有 可是 有一隻魚很亮眼 就是那隻紫色的魚 他叫 說明叫草莓 我覺得他跟阿滴很像 就是 你很難不 不去注視他的存在 你會一直要看到他 可是你看喔 他跟其他的魚 好像沒什麼互動 我想要幫助我的孩子 跟別的孩子玩在一起 我所做的 這每一件事情 其實都是 幫助他成長 讓他去面對這個社會 可是 這每一步其實都把他 推得離我更遠 阿爸要幾次 要幾次 阿爸問你來 阿弟你愛阿爸要幾次 要幾次 要幾次 兒子會比較 要我一個 男孩子的樣子 你跟我旁邊 不要 緊胸 你不用跑 慢慢走 撐著 撐著走好 一步步慢慢走 沒有 喝累嗎 蛤 有一點 蛤 講話大聲一點 有一點 要休息一下嗎 不用 你可不可以啊 你在幹嘛 蛤 你在嗎 人有不舒服嗎 沒有 蛤 他設想我對他比較嚴格 小時候 可是我承認 小時候管他比較多 這是真的 可能是他在當球員吧 情緒不是很比較好 我們一秒就要輸贏 所以那個 情緒就是在一種 高張的壓力 我也是在學啊 他是我學習的對象 有沒有覺得 你會再加一點 我有加了啊 你不知道這相互這樣 沒有手 有 手了都手了 他民宿啊 今天煮的還可以嗎 合你的胃口嗎 OK嗎 大哥 這都是汗水有關的 這個 自然生態 他關心很大的事情 我關心比較 對 還有家人 就不是土地啊 也不是環境 也不是氣候 也不是水之源 我們最幸福的 就是你們要回來 變成我們的感覺 我們的信念 我們的對土地的一種 信念 和對於大自然的 一種維護 這種的 還有這樣你們會 不願意回來吃 因為我可以自己知道 這沒關係 我真的可以再看看 耳聰 慕名 土耳清澈 的時間 讓你換 沒幾年 我這幾年 現在沒幾年 該說了嗎 我是真的是會 害怕分開的 對啊 當然這是一定的 就是那一種 覺得 這樣很好耶 我捨不得 沒有這樣的 在一起的生活 這樣很好耶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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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我背你 不要 我蹲下來 不要 不要 那你想要走嗎 你先握住這邊 你這隻手 握住爸爸的手腕 手腕 對 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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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等於是爸爸抓住你 然後我們一起往前走 可以嗎 你兩隻手都抓住 兩隻手 不行的時候就抓住我 爸爸等一下 好我這樣 等一下 我現在在 等一下啦 好 OK 不要動 好 我不動 非常好 爸爸可以動了嗎 沒有 可是我的腳要移動 等一下 好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 爸爸 不要動 沒辦法 我 我一定會動啊 趙宇我一定得動 慢一點 沒有 我就算慢還是會晃 他這裡就是會晃 我們要接受這個晃 可以嗎 至少我們兩個在一起 其實 我 然後 我並不是很喜歡上船 拿到錢了 欸 你就不得不出港 對不對 然後去 哇真的很痛苦 在船上 你真的很辛苦 然後 我知道 爸爸很有責任感 然後 我自己也覺得 我在工作上 我就是 雖然 音樂這條路是 是我自己選的 然後 我就要 被自己做的事情負責任 我們是有 鼠日子 這個 是東文嗎 什麼 鼠日子 有嗎 有 有 你在水上 日子 是 在等待 在等待 你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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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他才剛彈琴半年吧 然後他又說他要去比賽 然後去的車上 他在後面練習還在練習 然後我還開玩笑這樣說 所以我們今天是去玩的喔 然後上台 他一躺就笑一笑 那個觀眾的反應真的是有夠浮誇的 好 其實我自己的觀念是 我只是在做 我小時候想要的 父親 可是其實我到現在 到目前為止其實我都還是一樣沒有覺得 自己是一個 我還沒有做到我想要的爸爸的樣子 對 但在有他之前 我非常非常難想像 我可以 我可以這樣為一個人服輸 我來看喔 哥哥 車溜溜捏 喔 阿滴很厲害 再一次好不好 你要站在這裡 哎唷 你要在比賽嗎 弟弟他沒有車 他用球跟你比 你用車 好不好 阿滴 阿滴 要車溜溜嗎 要嗎 蛤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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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把人的喔 等一下好不好 你先上去溜溜 來 好 準備我們分兩個回合 來這隻先 好 我們這隻兩個弟弟妹妹 你等一下跟那個 你看裡面很多魚對不對 然後 什麼顏色都有 可是 有一隻魚很亮眼 就是那隻紫色的魚 它叫 說明叫草莓 我覺得它跟阿滴很像 就是 你很難不 不去注視它的存在 你會一直要看到它 可是你看喔 它跟其他的魚 好像沒什麼互動 我想要幫助我的孩子 跟別的孩子玩在一起 我所做的 這每一件事情 其實都是 幫助它成長 讓它去面對這個社會 可是 這每一步其實都把它 推得離我更遠 阿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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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子會比較 要我一個 男孩子的樣子 你跟我旁邊 不要 緊胸 你不用跑 慢慢走 乘著 乘著走好 一步步慢慢走 會累嗎 有一點 講話大聲一點 有一點 要休息一下嗎 不用 你可不可以 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你人有不舒服嗎 沒有 他攝影師最嚴格 小時候 這是我承認小時候管他比較多 這是真的 可能是他在當球員 情緒不是比較好 我們一秒就要輸贏人 所以那個情緒就是在一種 對 高張你啊 你 我也是在學啊 他是我學習的對象 有沒有覺得 要再加一點手 我有加了啊 先吃 不知道這香菇這樣 沒有手啊 有 手了都手了 都民宿啊 今天煮的還可以嗎 好 合理的胃口嗎 OK嗎 大哥 這都汗水有關的 這個 自然生態 他關心很大的事情 我關心比較 還有自己生活的事情 對 還有家人 就不是土地啊 也不是環境 也不是氣候 也不是水資源 我們最幸福的 就是你們要回來 變成我們的感覺說 我們的信念 我們對土地的一種 信念 還有對大自然的一種 維護 這種的 還有這樣你們也不願意回來吃 因為我可以自己知道 這沒關係沒關係 我真的可以再看看 對 阿聰 慕名 有 頭腦清澈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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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沒有去年 要說 我是真的是會 害怕分開的 對 當然這是一定的 對 就是那一種 覺得 啊 這樣很好 我捨不得 沒有 這樣的在一起的生活 這樣很好 這樣很好 我們全身全意的愛你 真笑愛得你父親 為你的無散 特別豐富 因為你用艱苦的臉 一大條運 第一次小朋友 非常棒 爸爸小時候都沒有辦法有這種機會 為什麼 因為阿媽不讓我進廚房 我背你 我沒有 真的嗎 我背你 不要 我蹲下來 不要 那你想要走嗎 你先握住這邊 握住爸爸的手腕 手腕 對 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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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等於是爸爸抓住你 然後我們一起往前走 可以嗎 你兩隻手都抓住 兩隻手 不行的時候就抓住我 爸爸等於是 好我這樣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OK 我要動 好 我不動 非常好 爸爸可以動嗎 沒有 可是我的腳要移動 不要動 等一下 好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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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不要動 沒辦法 我一定會動啊 趙宇我一定得動 慢一點 沒有 我就算慢還是會晃 他這裡就是會晃 我們要接受這個晃 可以嗎 至少我們兩個在一起 至少我們兩個在一起 其實 我 我並不是很喜歡上船 拿到錢了 你就不得不出港 對不對 然後去 真的很痛苦在船上 你真的很辛苦 但我知道 爸爸很有責任感 然後 我自己也覺得我在工作上 我就是 雖然 因為這條路是 是我自己選的 那我就要 被自己做的事情負責任 我們是有鼠日子的東文 是 什麼 鼠日子 有嗎 有 有 你在鼠上日子 是 在等待 在家 一邊 有 在家 在家 身邊 我 在家 我 能 在家 你 太 他才剛彈琴半年吧 然後他就說他要去比賽 然後去的車上 他在後面練習 還在你一趟人家 然後我還開玩笑 講說 所以我們今天是去玩的喔 然後上台 他一躺就嚇一跳 那個觀眾的反應 真的是有夠浮誇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的觀念是 我只是在做我小時候想要的父親 可是其實我到現在 到目前為止 其實我都還是一樣 沒有覺得自己是一個 我還沒有做到我想要的爸爸的樣子 但是在有他之前 我非常非常難想像 我可以這樣為一個人輔助 我來看喔 哥哥 車溜溜耶 喔 阿滴真厲害 再一次好不好 你要站在這裡 我啊 哎唷 哎唷 你要再比賽嗎 弟弟他沒有車 他用球跟你比 啊你用車 好不好 我就是弟弟在這裡嘛 阿滴 阿滴要算 要車溜溜嗎 要不要 蛤 我還要站 我還要怎樣 我還要站 我還要把人的喔 那等一下好不好 你先衣服溜溜 好 來 好 準備我們分兩個回合 來 這隻先 好 我們這隻這兩個弟弟妹妹 你等一下跟那個 你看裡面很多魚對不對 然後什麼顏色都有 可是有一隻魚很亮眼 就是那隻紫色的魚 它叫 說明叫草莓 我覺得它跟阿滴很像 就是 你很難不 不去注視它的存在 你會一直要看到它 可是你看喔 它跟其他的魚 好像沒什麼互動 我想要幫助我的孩子 跟別的孩子玩在一起 我所做的 這每一件事情 其實都是 幫助他成長 讓他去面對這個社會 可是 這每一步其實都把它 推得離我更遠 阿爸愛幾叔叔要很多 愛幾叔叔 阿爸問你來 阿弟你愛 阿爸愛幾叔叔要很多 愛很多 阿爸怡 儿子会比较 要一个 男孩子的厉害 你跟我旁边 不要紧胸 你不用跑 慢慢走 沉着 沉着走好 一步步慢慢走 有累吗 讲话咖啡 好 大家看到的是 这个江郎时光的 这个完整版的部分 今天因为鲁岳本来要到场的贵宾 没有办法前来 但是他录了一段影片 我们就在这个时刻 要先做播出 他是剧中的主角之一 就是我们的黄建伟先生 我们现在看他所录制的这段影片 这样子的时刻 就知道了 这个次的时间 咬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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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现场的来宾、伙伴、贵宾们大家好 我是黄建伟 很可惜这次没有办法出席小儿子交囊时光的首映会 这是我一个在去年非常非常特别 而且珍贵的经验 谢谢你的邀请 谢谢和尚导演集团的团队 记录下了我和我的女儿 在她现在也就是她八岁的时间 最真实可贵的回忆 我现在都还可以想起那个时候拍摄的时候 跟她在一起说笑、一起煮菜、一起挑战 我刚好有幸看到完整剪接版 我非常感动 然后我相信我女儿再过个十年或二十年 她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她应该会蛮快的做我的私心 也就是我希望她怎么回忆我 谢谢你们 谢谢 我深感荣幸 好 这是黄建伟先生所录制来的影片 那今天 她没有办法前来 我刚刚在想说 应该是有个原因 我刚看了半天 她今天跟今天到场的贵宾 黄志凯导演长得有点像 所以她可能两个决定就来一个就好了 哈哈 好啦 看完影片 刚刚有人跟我讲说 要开心一点 对 要开心一点 因为这记录的是我们生活当中很真实的某些片段 时间很珍贵 因为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倒转 那刚好有这样的机会 看到有些人相处的片段 我相信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些主角们 应该心里头的感受 跟我们这些当观众的更加的不一样 那今天来到现场的 有三位剧中的主要的主角们 还有我们今天等一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导演 我要先把他们请到这位前排来 我们要先跟现场的大家做一个合影拍照的部分 那要先请沈可尚导演 还有今天到场的格索吴志凭先生 还有我们的黄志凯导演 还有今天到场的冯毅先生 我们来一起把你们邀请大家前排来 好吗 先跟我们现场的大家进行合照 通常就来并动我们可以给他一点掌声 对 三次之内的剧中的四位 很重要的人 因为老远跟三位男主角 是的 我们请工作人帮我们安排一下 看让他们四位怎么入座 会是比较适合的 不要贴着我们的那个部幕 是的 也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这个过程当中 有些时候好像有些等待 因为这里面呢 所有的声音啊 他都是会互相去 对对方做出这个限制的 所以在等影片的时候呢 就要等麦克风 那等麦克风的时候 又要等影片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但现在现场的四位 嗯 都摆出一个非常无聊的pose 哈哈哈 是的 我本来做一些非常好的提醒 好那接下来就可以 让你们精神来看 这不是有Rocker吗 然后不是把乌克利D 都当电机他在弹的吗 对对对 是 感觉上还算应该帅一点 结果最帅竟然是那不讲话的导演 好好 哈哈哈 好 后面的人要一起比一个什么样的pose 比较像是 小 哦 赞哦 好好好 来 后面大家一起哦 来来来来 好 大家一起来比个赛 江囊时光第二季 是一部非常 特别的影片 跟看完第一季之后 感觉有点不太一样 导演这次呢 很多的 他说没有安排 他捕捉到很多特别的当下 稍后再来跟导演好好的聊一下 因为这一次他 把这整个计时的影片 在上山下海 有点像在拍 这些真实 一般人要这样行调节目去了 对 感觉来说对这大家 都蛮 投入蛮辛苦的 好 来 拍照部分大家都OK了吗 你知道这些男人就是 也不太会摆pose 就不要再为难他们 是 我连笑都笑得这么尴尬 哈哈 好的 这时候可以送上麦克风 那四位帅哥 就往前站一下 好不好 我们先接受大家的掌声 谢谢你们带了这么多精彩的生活片段 让我们可以在这边一起得到很多感动 应该是真实地这样说 其实有些时候我在讲 2021年延续着去年来 其实这一年蛮特别的 有很多让人觉得凑手不及的道别 所以更在这个时候看到这样的影片 也许导演的用意 不知不觉地提醒大家 在新的人生的想法当中 应该更想怎么去珍惜更多时刻的当下 导演先来讲一下你今天整个看完之后的心情 我也是第一次整个接起来看 然后我老实说刚刚的心情吧 就觉得我好想看下一对 对就是那是什么感觉 就是我好像的确在每一组的父子的相处上 好像的确解答了一些我的问题 或者提出了一些我心的对做父亲的想象 然后接下来会觉得还会有更多 还会有更多 然后会有更不一样 然后几乎从每一对身上 大概也都可以看到自己的某一个部分 然后非常谢谢你们 对就觉得我怎么那么幸运跟你们混了这样子的时光 然后尤其在今年拍摄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然后我刚才想起来 今年的几次开始拍摄 都是那个尤其是拍冯毅的时候 最严重的时候 什么进去都还要先做那个核酸检测 然后给他父母亲检查 然后很认真进去把机器全部消毒给他看 对 对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真的 他没有看到 他没有看到 没关系 他 你没有办法再提供给你看 但他是一个细史 对 这个小孩就是看起来蛮 他也不是小孩 他是一个 有点成熟 就会觉得自己有点幼稚 是这个感觉 那你先讲话 你是这里面唯一不是爸爸的人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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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位小哥哥你看完了以后的感觉是怎么样 就 就 就 你觉得导演帮你拍的好不好 他蛮好看的啊 真的 谢谢 可以跟你一样就是也是可以扬名国际的感觉 你有害羞了 他应该是我出生以前就已经扬名国际了吧 有 有 我觉得 真的真的 感觉蛮好的 真的 真的是有努力的这个 你不喜欢再叫你神童 因为你觉得你是一个努力才造成今天有这么大 这个能量的人是这样说对不对 也没有那么夸张 也没有那么夸张 所以还是可以叫你神童啊 对不对 不行 所以你这辈子到什么时候才会打开这个纠结 我觉得你爸爸也蛮想知道的 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不然就看 你跟导演在约五年后好了 还是像这样 再拍一次你看有什么不一样好了 好像可以 好像行 我就知道冒昧的帮导演约到你 我也不知道导演要不要导演 因为我其实本来 我最近这一两个礼拜 最常跟我工作室的伙伴说 我欠去找他们一次 对对对 就是 其实那天我拍完那个 你跟你爸爸 然后晚上回去我就 那天我还蛮 蛮哀伤的 我只哀伤不是说我好难过 是觉得 哎呦你跟你爸都不容易啊 有一种这种心情 然后我就传一疯 来跟你爸说 哎呦我想找你喝威士忌 然后他就说 来呀 对然后 但是大家忙着忙着就一直 没有去 但是我的确想跟你们 不然你还不行喝 但就是我要跟你爸喝一杯 对 他有蛮多话想要 就那天拍完他有蛮多话在想的 是 对感觉上来说导演 让很多影片停留在一个 让大家也是 有很多想象空间的地方 觉得蛮特别 然后这一次也透过这个 拍到那个 你这边看到我们这个 吴胜老师 这个现在的样子 然后看到你的生活出现 因为一个可能 做了一个 父子之间的 你的新的决定 然后你回到了 我刚刚有听到 一件非常关键的台词 你说 说来这里 你爸爸说回来这里 所以 去彰化这件事情 在你 你刚刚第一时间 在影片里面的表达 爸爸是不同你的 爸爸觉得你是回家 所以感觉 那个感觉 真的蛮特别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外出的人 其实常常有说 我爸爸来的时候 也是会这样跟我们对话的 印象当中 就是你那段影片 让大家觉得 非常非常特别 哇 你那父亲 到现在为止就是 对你还是有很多 很多严格的标准 在跟你 就是互动的 你看完以后的 感觉怎么样 其实我 看 看过这个 影片的 画面 我自己是觉得 很感谢的 很感动的 因为 我跟我爸爸 我跟我爸爸的冲突 已经是 二十多年前的事情 就是 比较叛逆那个时候 那我现在自己是爸爸 啊 我其实 已经过了那个心情了 现在反倒是 就是很珍惜 跟他的时光 而且 一直很 因为他年纪也大了 对 所以我对我而言 现在每一分 每一秒跟他相处 都是很珍惜的时光 不过我今天最大最大的 不同的感触就是 哇 我看到其他的 其他的影片的那个震撼 我今天真的是有点 没有意料到 就是有哭的有点 我真的要讲说 最后有点爆哭 不太好意思 就是 冯毅其实是我 有关注他很久的一个音乐 音乐创作者 所以我其实是在 真的就是在他 小时候刚 洋名国际的那个时候 常常在影片上面 我们很多朋友都很关注他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在看影片 都在关注他吉他弹得多好 Euclid弹得多好 因为我自己也是弹吉他的人 可是今天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因为就能够去感受到说 哇 原来 这么一个这么厉害的音乐创作者 可是其实他的父子 生活 还有那个情感 那个东西更重要 他成就了这一个生命 这样 所以最后又听到他的创作 就觉得真的非常感动 对 然后 还有刚刚就是看到 很可爱很可爱那个 对 小男生 阿滴阿滴阿滴 对 我也是今天就是 透过可上导演的这样子的一个影片 的确也许真的是蛮特别的一个手法 因为一开始导演来的时候 拍摄的那种方式 跟我们沟通的方式 我就觉得蛮特别的 就 他是会想要深入到那个生活跟心情里面去挖掘的东西 是 谢谢 谢谢你跟我分享你的感动 因为你也是主角之一 然后你也分享了 你看到其他人 带给你的不一样的心情 你等一下可以跟那个冯怡研究一下 用什么木头 做乌克利利事件 再一起到那个森林里面去好好找一下 好啦 那我旁边这边 这也是导演 导演自己也做了小儿子的剧场版的导演 现在成了这个 计时版里面当中 《战狼时光》里面的主角 然后刚刚大家在看你那段真的非常特别 因为带了一个很特别的孩子 会把家里弄到都淹水了 而且那个片刻就刚好被导演拍到 我相信一定不是他叫你儿子做这件事 应该家里时不时就有这样发生 看完之后你应该蛮开心的啦 看你笑得这么乐 所以打扫就算弄到再试都没关系 就是很期待 然后再看到中间有一段就是 我儿子他 他不敢跟别的孩子互弄 然后我其实想要去扮你那个角色 所以后来再看到那段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回到那个现场 其实那时候我心跳是非常的快的 然后那时候的配乐好像就是 也没有很煽停 但是就会让我好像 在那个不安的状态之下 好像希望儿子可以往前多跨一点点 然后就是在看这个 这个影片其实有点 对我来说有点很赤裸的去面对自己 然后去帮自己做的角色分析 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导演 那在排练场是我去引导演员 怎么去找到自己的角色 可是今天却是一个导演来 引导我要怎么去面对自己 然后我觉得很好玩是因为 在跟可唱导演在互动 在访谈的过程当中 你看他眼神喔 就是他就是没有很多的情绪 可是他会那眼神好像是 就是一个铲子要往你心里面去挖 那我觉得他眼神对我来说像是一面镜子 他的每个问题都让我很认真去问自己 就看他好像照镜子一样 样子也有点像说平头那样 然后真的很认真去整理自己的问题 然后看到最后面就是泪流满面 就是问我儿子说 你爱阿爸爱一手说爱这么多 我儿子说爱这么多 因为其实在 我们这一辈的男生跟上一辈的爸妈 怎么可能讲说我爱你不可能讲 那再来是我刚才提 这跟我爸爸的关系 其实有一种疏离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在后面我儿子说了这个话 用影像的方式 记录下来我觉得好像 就真的很感谢孟田 很感谢这个可唱导演的切与印象团队 就是好像做了一个胶囊 把我跟我儿子我们勇敢的说爱 真的都保存在这个胶 时光胶囊里面 所以我看到后面真的很感谢 有这支影片的拍摄 也很感谢你们这么赤裸的分享你们的生活 然后被一个爱拍当下的导演 轰轰都记录下来 我刚才就在想说 这一次的胶囊时光第二季的 影片跟第一季真的有蛮大的差别 然后这一季让大家更深入到那种探讨 爱的感觉还有父子之间 看完之后会特别的珍惜那种过程的 相处的时光 然后每一个台词 都真的是上课的上导演讲 就是没有经过什么特别的设计 阿滴刚刚在那里 对不对阿滴又来 等一下你可以到他现场来问 说你爱阿滴更多还是 就知道他影片没有骗你 对不对 那阿滴也可以去跟 甜甜又来对不对 对 但是他今天被指锋车吸走 真的吗 好好好 所以甜甜去 阿滴反正想叫阿滴去跟甜甜认识一下 看你们会不会以后变什么样特别的朋友 对 但是这一切 还是要谢谢可唱导演 这么有眼光 我相信你在挑选这些父子故事的时候 一定有一些你的心理的某些起心动念 但我相信更有眼光的应该是我们苏丽妹执行长 他一直都来劝动你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你也一直愿意做这样的承接 然后他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感动了你 或是让你答应了做这么困难的作品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那一节 那一节就是非常信任 对 就是信任这个概念是什么是 我们其实在做一件不太知道结果的事情 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这次会找到什么样的父子 愿意同意的拍摄 我们并不知道这对父子之间 和别的父子 究竟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我们每一次都会先去拜访 然后去聊聊天 去谈谈话 然后再慢慢勾勒出 所以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日子 那这样子拍法 其实我觉得对妹姐来说应该 或者对我自己来讲一样 她都是一个并不知道我们会获得什么 会走向什么方向的一个拍摄方法 对那对我来讲我很珍惜这样的拍法 然后让所有的角色在当下去产生他们自己那一天产生的互动 然后丢出一些他们当下去谈的事情 那我自己很珍惜这一个 这一个 让被摄者和拍摄者都保持一种不太确定 但是都觉得是在往一个了解彼此的路上走 那我觉得 妹姐大概就一直对这样的态度是用很信任的 那我觉得信任本身就已经是最大的支持了 而且拍完之后大家应该感情更好的 冯荫有跟爸爸更好一点 算有啦 算有 你今天是很酷耶 怎样才算没有 我要用你的方式问你 算有的部分是大概以前没有做什么 拍完以后有做什么 还是今天看完以后回去要跟他做什么 还是 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好问题耶 好问题 被你这样子赞美我真的觉得也是很值得 对 不过我说我乱讲的话全部都会剪进去 说实话我在家真的没有看 对 所以你有觉得被他设计的感觉吗 还是 没有啦 就觉得 我那个比喻真的好像没有人听得懂 你是会去领钱的部分吗 我在剪接台上面大概看了六次 对 就我在剪接台上反复看了你讲内句话看了六次 然后 我真的跟你爸爸的标情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 刚刚黄玉在外面有讲 我刚刚有问他一下说 拍完之后 就是 他爸爸喊他 就他讲了 好轻描淡写讲了一个 两个之间好像是轻 用轻松嘛 对 可以小聊一下 那我是真心好奇了 好奇就 谈话比较好 更诚实吧 哦真的 你已经骗你爸爸什么事 哈哈哈哈 这个主声音可以这样 你跟爸爸之间更诚实的部分是 爸爸对你诚实还是你对爸爸诚实 都有 哦真的 爸爸已经骗你什么事 没有啦 对 你的诚实的部分 你以前对爸爸会有什么距离感吗 你这讲话很重要 因为阿滴会长大到你这个年纪 他爸爸想知道 他以后可能会这样 哈哈哈哈 哈哈 就 好 我现在看该怎么说 好意思 要愿意分享双方的感受 哦 嗯 你真的有点成熟 对 有点成熟 是吗 对你讲这句话 而且就是 语气蛮肯定的 语气蛮肯定的 所以真的是可能是这样 好那你爸爸也会跟你有一些 以往不太有的分享 会啊 也会 我刚刚看你们还偶尔会同床睡 可以感觉真的是蛮 那其实不是同床睡 哦那只是睡前念 睡前故事而已 对啊 哦你爸爸念的故事也是 真的是蛮深厚的 对啊 难怪会有没有这么特别的小朋友 对啊 现在从头看我真的觉得就是 睡前听车上春术真的有够hard call 不好意思 好好好 就是在你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 就是 你以后 儿子长大一定不要念 村上春术的样子 你们听到黄先生 他不理我 我说志凯不理我 叫你儿子长大 弟长大不要念 村上春术了 你可以念无声的诗给 哎呦 好啦 那今天这个现场真的 我有一个那个 偷偷的想问的问题 就是我已经没知道 这个将长时光可能会有第三季 应该说已经 有人想看第三季了 导演你有想拍谁 不然我这样讲不对 我应该说志凯你有想要推荐谁给他拍吗 哇 你朋友那么多 灭火器啊 什么有什么 哇 随便抓一个出来给他拍 每个感觉都很有故事 真的吗 对啊 然后刚刚其实在外面的时候 可上导演有说 是 就是 呃 所谓的父子 嗯 或者父女 像介伟跟那个女儿 对 或者母子 或母女 就应该说 那种亲情之间的那种关系 是很多元的 嗯 对 就我觉得我很认同 像介伟那个 刚刚的那种 说性别的这件事情 就是他其实觉得孩子 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 不太是一个明确的 说性别这件事 那如果我们都是保持那种 一个很 多元的感受 觉得是很好 嗯 对啊 推荐的话 推荐的话 对 对 像我自己的朋友啊 像 黄介跟他的妈妈 的那种关系也都 呃 我觉得很很微妙 因为他算是胆起 然后 爸爸可能在 很很小的时候 就 就离开的 这样 然后 大正啊 跟他爸爸也是 都是 远距离的 相处 对 很久没有在一起的 这样子 对 每个家庭都有很深的 那种 触动心的 感受 像 或者正一龙啊 对 这都是 但是我觉得 很厉害的就是 导演真的是有去 去 看到那个 里面的那个光 好像上辈子 就是啊 你们 跟爸爸之间是怎么相处 抓了一段 让你自己都这样子 很崇拜的画面出来 我后来有一点点觉得 就是 可能因为我自己对于 和上一代的相处关系 是非常 陌生 对 因此其实我看每一队 我都觉得好像是一个 新的学习 对 然后 实际上 这个依然是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只是刚好这个人和人的关系 有了一个 好像人理上的关系 或者一个 年纪差别的关系 对 但实际上它 依然是建立在 人都会变 会一直变 然后在 如果一直变动的 关系中 我们到底现在在过什么样的当下 所以我就是不一定会去想像 一定是 父子 好 父子当然是一个原型 然后当然 父女好像也不错 然后 母女也不错 对 就是 它依然是一种 人在练习的 反复必须练习 因为 有这样的关系 你叫做无可分割的关系 那无可分割的关系 要怎么样一直练习 然后一直怎么样 所以我大概 愿望还是跟当初拍第一季一样 就是 如果那一天 那一刻 那两天 的确对被设者 他们两个之间 有一点点真实的作用 那就是一个OK的过程 那事实上也同样的 愿意被拍摄的 愿意被拍摄的 不管是父子父女母子母女 也一样 在某个程度上 因为他同意拍摄 已经认可了 就是 我们两个被设者 有 一个人生往前走的一天 对 在某个概念上 我觉得大概是 用这个方法 继续去思讨 嗯 好 我们把留在这个 所有的空间上 导演用最后的决定 他心里头也许有一些名单 但我想一定要跟子星照也 好好讨论一下 因为他一定有很多想法 这是你们共同完成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作品 我相信这对整个影视产业 或是甚至于对大家的生活来中 都是其实很有意义的一段画面 而且可以让大家好好的欣赏 即便我知道现场有很多的这个公事之友 然后大家还有我们的这个vido的会员 很多人是特别来到的现场的 有没有人想要对导演 或是对场上的这些主角们 做提问的部分 我们开放一个问题好不好 对因为时间上也是很有限 刚刚有人想特别跟导演说说什么话吗 也可以聊一下你自己的观影后的感想 也没有问题 来 有没有谁 有本的说 大家都这么爱这么好看的影片 好 大家现在都变福利了 给他们一把琴 感觉来说比较容易成功 好 没关系 那就把它 有没有举手吗 不是 他在搔痒 好的 没问题 反正都会有很多的平台上 可以让大家好好的去留言 可以让大家好好去做分享 甚至应该说 今天来关以后的大家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种子宣传员 好好在自己的这个 会去 进入的这些平台里面去做宣传 这个凯妮也是一个导演 然后你这次也是主角 来推荐一下叫我们大家来看你的戏 快点 这不是戏 就看一下你的影片 对 真的 欢迎大家来 看《焦囊时光》第二季的 这个非常动人的一个纪录片 那我觉得 除了在 看 看到你自己跟儿子的关系 其实也可以整理你跟你 爸爸你父母之间的关系 然后从这个不同的力量的拉扯 其实可以找到你自己生命中的坐标 其实有一个 今天有预设问题 我蛮想讲 我可以趁这机会来讲吧 就是说 其实 刚刚记者问 但是我想 你们不定听得到 那不见得被剪进去 我想谈的是 其实在《焦囊时光》第一季的时候 原本要 本来就是妹姐要找我来拍摄 我想拍我跟我爸爸的关系 因为那时候我在做小儿子这部戏的剧场版 是 那那是在谈儿子怎么去照顾失智任的爸爸 在工作跟照顾长辈当中 其实自己迷失自己 那 我其实在做小儿子那部戏的时候 我真的 我爸爸也进了安阳院 我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的爸爸 所以妹姐说 那第一季要不要来拍你跟你爸爸 可是那时候我爸爸其实握病在床 他那时候病 他的状况其实不是太好 做得很干嘛 不冷静说 爸爸最后留在荧幕上的形象是很虚弱的 我说妹姐 不然我们下一次好 那后来妹姐就说 那 这次要拍第二季了 那时候我爸爸已经过世了 我不在了 那拍你跟你儿子好不好 我说好 就答应了 然后 我其实想 有一个故事 其实是讲 有一次我爸爸在 安阳院的时候 我去看他 我就看他的时候 那时候看悟小孩跟我说 黄先生 你爸爸 现在没有自己吃饭 要别人吃了 那时候我心里面就 哇 终于到了这一天 慢慢的退化 我说不要紧 你问我来吃 你问我 我就把我人接过来 一汤匙一汤匙 为我爸爸吃饭 后来我在开车回新店的路上 心里面就五味杂成 五味杂成 然后回到家之后 我老婆那时候在当记者 他在写稿 他就 阿爸弟弟给你喂哦 他就跟小孩子这样叫我爸爸 阿爸弟弟给你喂 我没空 我说好 那时候我儿子一岁多 我拿着一个小碗 一汤匙一汤匙 喂我儿子吃饭 同一个晚上 我喂着喂着 眼泪就掉下来 我老婆说 你在哭什么 我怎么该跟他解释 就是我在一个晚上 我喂我爸爸吃饭 我喂我儿子吃饭的 那个错重复杂的心情 一个生命是渐渐的成长 茁壮 另一个生命是 渐渐的衰败走向死亡 我觉得好像在不同的力量当中 一直被拉扯 然后我到底 我的人生应该是怎么样 我自己的角色扮演应该是什么 我在那时候其实我很困惑 然后我不知道哪一个 我的人生该往哪个方向前进 因为太多力量拉扯 但是 其实 在刚刚看完片的时候 其实我有个感觉是说 我那些乱七八糟的线 好像被 他好像把我串起来了 就是说我们人好像透过这样一些情感的羁绊 其实才能够去找到你自己生命当中的坐标 如果没有这些情感的拉扯 其实我们都是在这个世界上漫无目标的漂浮吧 所以我觉得在看到这个影片 其实我真的很感动 然后希望能够 大家能够从我们彼此这些 父子当中遇到的生命的课题这样的故事 然后我们在观看的过程当中 能够找到自己生命当中的坐标 跟你的好朋友分享 带着爸爸妈妈 带着你的儿子你们一起看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收获 谢谢 一定会有很多的收获 今天非常感谢今天音乐运程厂 助手上加大压 谢谢可上导演 场地这个地方 这个我妈今天在利用这个时间 要让今天到场的贵宾 能够一起来台上跟大家合照一下 一定要热热的请您掌声 先欢迎我们的监制 我们的苏联妹执行长 好不好 请您先上台来 谢谢你这次又在给我们这么棒的作品 然后现在进行大合照入份 公共电视的徐秋华总经理 要再次邀请您上台 文化部影视局的徐怡君局长 请您上台来 还有国家影视厅 影视厅中心董事长蓝组卫先生 还有我们的文化文策院的这个李明哲院长 以及我们今天在场的这个台上的大家 还有邀请我们的是3D电视 新闻网Vito的资深总监洪彩晨总监 一起上台来 我们来进行一个大合照的部分 来来来 好 真的很感人 真的很感人 好 提醒大家 好看的影片 这个 从这个下个礼拜六 开始 11月20号 每个礼拜六的下午的两点半钟 会在公共电视 会在Vito 同时进行首播 那么也欢迎大家准时的锁定收看 今天直播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 然后在这个地方 也要再次呼吁大家 除了我们可以在这个公共电视 以及在Vito 收看到影片之外 还有以下的平台 大家也可以利用这个平台来进行收看 包括在这个我们小儿子的官方 YouTube频道 在我们的3D电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